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招架之所以可以弹开世上的任何攻击 其实并不只是因为他坚持了14年的休息 而是他本身就天赋一笔 可怪就怪在他的天赋长歪了 虽然无论哪个职业他都只能学会其中最低阶的技能 但相对的这些技能在他手里 只要努力任何一个都能蜕变成概念级的神经 而他更不会想到的是 当初在六大培训所训练的时候 其实当时六胜就已经看出了端倪 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告诉他 才导致他一直以来都以为自己狠狠 在剑士培训所的三个月 他只学会了连狗都会的招架 表面上是被剑胜赶走了 但他却不知道 这只是因为对方怕耽误了他的天赋 原来在日常训练的过程中 剑胜其实非常看好他 除了年纪轻轻 就拥有超出常人的毅力以外 更重要的是一次出于好奇 男主想剑士一下剑士都有什么绝技 在这方面剑胜算是世间的极致 拗不过男主 他只好亲自露了一手 随着他的心念一动 只是瞬间 被他震飞的树叶就秒电两半 男主的表情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因为他刚才展示的并非一般的绝技 就连他自己都还没有完全掌握 可训练两个月后 剑胜便发现了不对劲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至今为止男主也只学会了一个招架 明明只要学会一个有用的技能就好 他就会直接将其收为关门弟子 但可惜的是男主却做不到 尽管如此 剑胜依旧认为男主是个可造之才 于是便把他介绍给了顿胜 看看他在其他职业方面的天赋怎样 本来顿胜根本没对男主抱有期望 可没想到让他惊讶的是 男主竟真的一路坚持了下来 直到有一次悬崖上的严实意外拖落 更让他不可置信的事却发生了 在别人都慌忙躲避的时候 只有男主却依旧还留在原地 如此强韧的精神力 也是顿胜生平第一次见 他相信男主只要学会一个有用的技能 就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屈之对 但可惜的是 三个月过去了 男主却依旧只学会了最低级的身体强化 虽然没能达到顿胜的最低要求 但与剑胜一样 他也认为像男主这样的天才不该埋没 于是便把他介绍给了公胜 然而公胜更是没将男主放在心上 他让男主试着用石头 丢向远处绑的一根树枝 做不到就直接滚蛋 然而让他大跌眼睛的事 只是一次还能说是巧合 接下来男主敬意丢一个准 这也瞬间引起了公胜的重视 然而同样是在两个月后 公胜便失望了 这时他才发现 原来男主就单单只会投石而已 根本无法用弓 训练用的木工在他的手里 轻而易举就会断掉 并不是因为弓才智的原因 就算是他将自己的专武给了男主 可也会离奇地断掉 于是他便放弃了 接下来他只让男主投石 不过说起来他也有些好奇 男主为何一投一个准 可疑问不要紧 才知道他平常都是用这种方式练养 有一种鸟专门吃山土 外表特别鲜艳 可这句话却让公胜震惊了 他一下就听出男主所说的是雷训鸟 就算是用弓高手也无法将其设下 当然其中并不包括他就设 不过惊讶归惊讶 不会用弓的学生 公胜又怎么可能会受 在把男主推荐给了隐胜后 这事不用介绍 隐胜也早已了解到有关男主的传闻 话不多说 他马上就让男主开始训练 任务是避开所有的陷阱 然后移动到宝箱面前并将其打开 不知不觉便是三个月过去 不出意外男主依旧凉了 但隐胜没有说的是 他其实相当看好男主的忍耐力和执念 哪天男主如果不当冒险者 他还想着招揽男主加入王都蝶暴谷 接着男主依旧没有放弃 果断又去见了树胜 就这样树胜又开始教男主魔法 可又是同样的两个人 树胜放弃了 他发现男主无论怎么教 也学不会任何一个魔法 此时他能想到的最后办法 就是让男主进入魔力共振物 这时会是感官增幅数倍的空间 眼见男主毫不犹豫地答应 树胜也决定一事 再让男主身体不是就立刻出去红 很快几天过去了 从徒弟那得知男主依旧还没有出去红 这也让树胜大惊 因为作为是感官增幅数倍的代价 副作用也会极大 搞不好还会直接死 可没想到当他打开了门后 才发现男主一点一样也没有 反而还让他不要捣乱 只因感觉到窍门了 而男主所说的窍门 很快树胜才发现 只是连狗都会得微火术 正准备安慰一番男主 却没想到下一秒他看到了什么 男主竟掌握了二重勇唱 要知道他花了整整50年才练成 可男主三个月却无视自同 震惊归震惊 此时树胜还是可惜居多 毕竟只会微火术的话 就算学会二重勇唱也没有用 接下来男主又找上了御胜 但这次他却是刚开口就被拒 原因便是因为他小时候 没接受过祝福的仪式 没有的话便怎样也无法学会治愈术 面对这样的闭门羹 男主却并没有放弃 就这样待在门口也不走 本来御胜根本不吃这一套 可直到三天过去 当他发现男主在门口动脏后 他这才破戒将男主收下 然而纵使御胜手段通天 到最后男主也只学会了 只能治疗擦伤的微量治疗 因此结果依旧是不合格 但御胜没有说的是 其实男主光能学会微量治疗 这点便已经是奇迹 不透过圣灵也没有接受过祝福的仪式 自古以来男主还是第一人 很快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 得知男主从王都失踪后 六胜中的所有人都非常吃惊 原来他们当中的每个人 其实都有将男主收下的想法 只是觉得男主会在其他职业另有出路 才没有当场收下 可这个失踪却打了他们个措手不及 而在明白六胜中的所有人 都有这个想法后 他们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等找到男主后 交由他们所有人共同培育 但可惜的是这时却已经为时已晚 在那之后男主便如人间蒸发了一样 直到14年后他才终于出现 而刚出现就如英雄一般 拯救了整个王都 并且实力已经超越了 他们六胜中的所有人 虽然这个秘星男主并不知道 但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后悟 此时他只是一心想的在后重建 也是这时刚好有个熟人 叫他过去帮忙 这就是我的工作 我真正的工作 感谢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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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